苦灵万语形象惨跌。走入山林全阴,植物不会批评我。 苦灵录制水来晚餐。图公式提供20180402。 公式水来晚餐播出迈入第十年,在全新遗迹的首级邀请到苦灵,谈及八年前的外遇婚变事件,让她的形象跌到谷底,顿时苦灵失去掌声与财富,选择走入山林。 大自然里面只有植物,她不会讲话就不会批评我。 还有动物,她比我还乱,所以她对我也没有意见。 让苦灵真正走出低潮的契机,其实是她陈前山林期间所写的书,以及她的导览深受小朋友喜爱。 苦灵回忆,有次带着一群游客导览,当中有个患有疼痴症的小朋友,在她讲解到疑漫时,忽然说了一句,好有趣哦。 让苦灵一听眼泪都快流下来。 苦灵录制谁来晚餐?图公式提供,2018万0402。 2015年苦灵与交往9年的女友在婚,问及是如何再度走上婚姻之路。 苦灵表示,其实蛮佩服自己,在受了这么重的伤之后还勇于结婚,上节目时也自我调侃是爱情前科法,婚姻更生人。 原本苦灵也迟迟不敢再婚,直到确认对方接受才再次走入婚姻。 本集将于周五,六分之四,晚间九点在公视频道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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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